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柴老师 欢迎柴老师再一次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我们的节目内容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应该很多朋友都会很关心 那就是跟辨别假冒伪类商品有关 说到这个假冒伪类真的是很气人 我觉得轻则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 重则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而且老百姓要去识别他们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对 说的没错 你不可能每买一样东西都拿到之间部门去检测 是吧 挂着时间精力和金钱 对 最好是自己能用一些简单的方法能把它辨别出来 比较容易掌握的一些简便的方法 不要什么成本最好是 对 能辨别出这个商品的优劣了 那顺着柴老师这个思路呢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三项发明还真是跟辨别假冒伪类 有关系 先来了解一下第一项发明的内容 伤痕保养霜 也就是俗称的BB霜 它最早用于医学美容 涂上之后会让皮肤再生 所以后来就沿用到了美容化妆上 BB霜有着隔离 遮瑕 护肤等多重功效 具有很好的修饰肤色的能力 因而已经成为了很多女性必备的化妆品 然而为了谋取暴力 一些造假商法也盯上了这块利润非常大的市场 很多人在涂抹了劣质BB霜后 皮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那么在这些劣质产品里 到底有什么东西在从中作祟 我们又有什么好办法 让它显露原形呢 发明人 重庆师范大学科普协会 发明项目 化妆品 快速鉴别法 范炎宇是一个就读于重庆师范大学的普通学生 像很多女孩子一样 化妆也是她每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 可是有一天 这个爱美的女孩子却因为化妆品增加了一份不小的烦恼 在朋友的推荐下 她用了一种以前没使用过的BB霜 而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在卸妆的时候 洗过脸以后的手上明显有了一层油脂 她急忙询问了身边的同学 让她更加吃惊的是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难道问题就是出在她使用的这种BB霜里面吗 为此 范炎宇专门找来了几位好朋友 想一起找到问题的答案 她们几个都是学校科普协会的成员 平时都喜欢用所学的知识研究一些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当她们在网上查看了大量的资料后终于知道 原来一些BB霜里面添加了过量的油脂 长期使用就会堵塞毛孔 让皮肤上出现不同程度的斑点 而网上同样也有着很多鉴别的土办法 范炎宇和同学们针对每一种方法都进行了大量的实验 最后结合她们自己的想法 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初步判定BB霜优劣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在重庆师范大学化学学院的实验室里 他们拿来了四种不同品牌的BB霜 每个BB霜面前都相对应的放上了一个小烧杯 我们就是把那个在烧杯里面沉一样多的水 然后把我们的这些样品挤一部分轻轻地放到水里面去 然后呢再观察它的现象 这四种化妆品里只有一种是合格的产品 那么接下来按照它们的方法 四种BB霜分别会给我们呈现出怎样一番景象呢 当分别被挤出了一些泡到了水里后 初看之下它们都漂浮在水面上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然而范言语却告诉我们 只要耐心等待10到15分钟 结果就会一目了然了 现在已经等了有15分钟了是吧 现在是可以看出这个结果了 现在的反应已经比较明显了 这四个反应好像各有不同是吧 是的 第一个反应是 对 它很清晰 很清晰 基本上没有变化 对 第二个是沉到了水里是吧 第三个呢 第三个在它的表面漂浮了这一层油 而且它这个油比较厚 而且它扩散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很明显 尤其是跟第一个比起来 对 第四个好像也是这种情况 也有一点油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不够这个的油多 但它相对于前两个来说 它还是上面漂浮了一层油 那为什么后面两个这个飘起来这么多油呢 第一个有没有 同样是必必说 这就是我们化妆品的一个好与差的一个鉴别的简单的方法 也就是说当它上面漂浮了很多的油的时候 说明它这个化妆品不够稳定 那稳定性差的时候 我们涂在脸上的话 会堵塞我们的毛孔嘛 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会去用这些 就是说比较油的化妆品 相对来说 如果它这个化妆品质量比较好的话 那么可以看到会出现这种现象 就是说它比较清晰 它不会出现大量的油来扩散 那么第二种同样没有大量油脊扩散 可是却沉入水底的 有事好还是坏呢 这种就是密度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 但是并不能说明就是太不好之类的 就是主要我们还是看它的这个油脂的扩散 对 就是滴下去以后 油脂如果很快扩散开 然后在清水的表面有很厚的一层油脂 那么就证明这个化妆品 它可能对皮肤就不好了 按照这个方法 水面基本没有油脊的第一和第二种BB霜 是油脂含量合格的 而水面覆盖了明显油脊的第三和第四种 则是油脂含量超标 诺明白了他们做的这个试验 接下来我们决定实地去检测一番 他也是重庆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 钢琴早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学校组织的各种文艺活动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正因为经常登台演出 他对化妆品也有着不小的依赖 因为表演肯定是需要化妆的吧 所以我平时也是比较经常用的 就像我比如说我用BB霜吧 有时候用完之后就会觉得皮肤特别干 应该是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具体我也不是很了解 为了帮助他 我们跟随范言语一行人来到了他住的地方 说明了来意以后 他非常的高兴 迫不及待地拿出了自己的化妆品 准备仪式真假 那我这个平常用的最多的BB霜可以检测吗 当然可以啊 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放在清水里面 好了 要用一样多轻轻地挤进去 那么试验的结果究竟会怎么样呢 现在这个像结果就出来了 对 静置了大概15分钟之后呢 我们看到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 好 然后这一杯加进了BB霜之后 油晕开的现象比较少 然后那杯水还是比较清澈的 然后这一杯呢 面上已经漂了很多油了 那那个油扩散得非常的快 一下子就扩散开了 所以说呢 这样对比看来 我们是觉得这一款BB霜 它的那个会比较好 范炎宇和他的同学们成功找出了 BB霜好坏的初步判定方法 这让他们信心大增 他们紧接着又把目光 投向了另一种大家常用的化妆品 爽肤水也称紧肤水化妆水 它的作用就在于再次清洁 以恢复肌肤表面的酸碱质 并调离角质层 使肌肤更好的吸收水分 所以洗完脸之后 使用爽肤水可以迅速补充水分 范炎宇和科普协会的同学们 经过大量的试验 终于找到了一个异常简单的判别方法 在实验室 他们拿来了两种爽肤水 这里面一种合格 一种不合格 让我们好奇的是 和鉴别BB霜一样 爽肤水的鉴别 同样只需要一些清水 那么丢裂两种爽肤水 挤入水中后 各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 而为什么清水就可以将它们鉴别出来呢 现在咱们这个都挤进去以后 怎么判定了 好像现在感觉两个差不多吧 因为它的观察 还是需要震荡之后就可以观察 就是摇完以后 效果会不一样吗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轻微的摇晃过后 我们又会看到什么不同的景象吗 就是这个好像是浑浊 浑浊就是它很快就溶解到这个水 对 黄色的比较多 这个是基本上 溶得少 稍微一点点的就比较少 我们看到这个就比较清晰的 而这个就比较浑浊很明显 那这个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一杯看起来比较浑浊的话 它乳化剂加的比较多 乳化剂会对皮肤产生不好的影响吗 乳化剂它的作用 一般它是化学化妆品里面的常用的一些添加剂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让你那些不溶于该产品的那些营养成分 有效成分 溶进那个产品 形成一个整体 添加过度乳化剂 吸收过度营养的那个产品用在你的脸上 会给你造成一种皮肤上的负重 你没有办法吸收营养 反而会有不利的方面 原来劣质的爽肤水里 乳化剂的含量过高 相比较优质爽肤水 将它挤出一些泡入清水 并且摇晃过后 自然就让清水变得浑浊了 那么他们的这个方法 真的可以帮助同学们 解决无法判别爽肤水优劣的问题吗 他是重庆师范大学大三的学生 同时也是学校里 一名小有名气的主持人和舞蹈演员 经常的文艺活动 虽然给他带来了令人羡慕的知名度 却带给了他不小的烦恼 那就是频繁的化妆卸妆 而劣质的化妆品就好像一个影子 总也让他挥之不去 最近他就觉得 自己新买的一瓶爽肤水 用起来反而让皮肤不再清爽了 看来范炎宇他们找到的方法 对他来说 无疑是雪中怂汗 他拿出了两瓶爽肤水 其中右边的就是他新买的那一瓶 那么检测结果到底会怎么样呢 两瓶爽肤水都被挤了两滴到烧杯中 经过轻微的晃动过后 答案也即将揭晓 这窑丸怎么 这个会昏这么多 这个这么轻 对啊差别很大吧 你看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这个好浑浊 这个就要清除的很多 看来他新买的这瓶爽肤水 的确有问题 抛进去过后 清水明显变得浑浊不堪 那以后我要注意一下 因为买这个乳液的时候 不要买这种浑浊的 对对啊 你先试一下对不对 对啊对啊 这样也免得我们拿自己的皮肤来做实验 自从找到了判定BB霜和爽肤水质量优劣的方法后 范延宇和他的同学们在学校成为了最受欢迎的人 时不时就有慕名而来的女孩子们上门取经 不过同一种类的化妆品的品牌 可谓是五花八门 为了更进一步的验证这个方法的使用范围 我们专门决定去一个地方继续我们的实验 美容院 这是一家位于重庆奥市区的美容院 每天这里的顾客都很多 而这里也有这种类繁多的BB霜和爽肤水 在得知我们的来意后 老板叶女士欣然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这家店里一共有两种BB霜 三种爽肤水 很巧的是 这种BB霜是前两天一个推销人员 推荐过来的新产品 她到底好不好 叶女士也拿不准主意 他们价钱都差不多吗 价格因子类的好像要高一点 纯植物的要 哪个要高一点的 就像这个的话 就要稍微高一点 这个要高一点 要高一点 她原来用的这种BB霜的价格 要比这种别人推荐的价格高 那么他们的质量也会和价格成正比吗 我刚才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小实验了 我们现在就过去试一试 那好啊 别人推荐的便宜一些的这种BB霜 被挤到了右边的杯子里 而叶女士原来一直用的另一种BB霜 对应的则是左边的杯子 接下来我们等待15分钟后 结果会怎么样呢 咱们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 看上去好像还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就是这个便宜一点 对我们明显看出了这个油明显比这个多 是是 这种别人推荐的BB霜明显存在问题 看着这个结果 叶女士感到非常清醒 真要是使用了这种产品 她这家美容店的声誉将会大受影响 BB霜测试的结果让她很满意 那么这四种爽肤水中 又是否会有劣质的产品呢 四个杯子里分别滴入了能量的爽肤水 而答案也即将揭晓 让她长舒一口气的是 四个杯子里的水看上去都比较清澈 除了摇晃过后 溢出的少量杂质外 四个杯子里都没有出现 因为添加过量乳化剂 而带来的异常浑浊的状态 看来在这家美容院的试验非常成功 我们不仅帮助叶女士 揪出了一个劣质BB霜 而且也借此更进一步的证明了 反言语和她科普协会同学们 找到的这个方法的实用性 看到效果不错 我们决定再换一个地方 随机检测一发 我们在一处闹市区的步行街里 摆上了五个呈有清水的杯子 准备随机询问一些过往的路人 很快我们就找到了 五位随身带着BB霜 或者带着爽肤水的女士 明白了我们的来意后 她们无一例外的都非常高兴 其中从右边属第一位和第三位女士 拿出的是BB霜 而另外三位的是爽肤水 按照测试方法 她们把手里的化妆品 分别挤了一些到杯子里 一切准备就绪 和我们一样 她们都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要知道结果了 15分钟过后 她们在互相比较中 好像已经看出了数有数列了 右边第一位女士杯子的水面上 覆盖了一层明显的油寄 其实我还是在 买的还是挺好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子 那看来这个方法 还是挺简便的 以后我要做那个 要去买个东西的时候 我也用这个简便的方法来试一下 对 那也挺好试的 看着这位女士满脸的笑容 不用怀疑 她的BB霜肯定要好很多了 两个BB霜里面被修出了一个劣质品 那下面这三种爽肤水的情况 又会怎么样呢 这三个杯子里虽然可以看到明显的杂质 但是对比先前劣质的爽肤水 这完全属于正常情况 因为水杯并没有变得异常的浑浊不堪 这个结果让她们三个很是喜出往外 看你们两个好像也很高兴 我们选择正确了 都觉得这个还是挺方便的 对 对 对 发言语和同学们利用水和油不相容的原理 把少量BB霜挤到水里 静置10到15分钟后 如果水的表面有一层明显的油剂 那么这种BB霜就很可能含有过量的油脂 同样是利用一杯清水 如果爽肤水里添加了过量的乳化剂 那么在轻微的晃动过后 再静置10到15分钟 过量的乳化剂就会让清水变得浑浊 这个鉴别BB霜和爽肤水的方法的 这个思路还是比较巧妙的 但是呢 它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它只能检测BB霜的那个油脂的含量 和爽肤水的那个乳化剂的含量 其他的成分检测不到 比如说这个重金属的含量 不过这种方法还是比较便利的 方便大家操作 好 通过前面的内容呢 咱们的观众朋友 特别是女性朋友已经掌握了 怎么样来辨别这个BB霜 辨别爽肤水的优励了 那么还有一些假冒伪类商品啊 更可恨 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下面这样一个发明 会给我们什么样的辨别食品安全的方法呢 蜂蜜 凭借着独特的香味和丰富的营养价值 一直是很多人喜欢食用的营养品 然而为了谋取暴力 一些人就用价格低廉的白糖和各种添加剂 来勾兑劣质蜂蜜 当劣质蜂蜂装瓶 包装流入市场后 人们无论是从颜色上 还是味道上都很难把它们区分出来 发明人 重庆质量技术监督局 吕长富团队 发明项目 优劣蜂蜜 快速鉴别法 吕长富 一位重庆质量技术监督局 退休的副局长 他结合了自己在第一线几十年的打假经验 与同志们在今年 发明了多种 适用于普通老百姓在生活中 快速鉴别伪劣商品的方法 这些简单实用的方法 与实验室内的专业检测相比 毫不选择 那么这到底是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我们今天就要走进吕长富的打假生活中 去一探究竟 在吕长富看来 必须要从优劣蜂蜜的成分组成不同上入手 才可能有效地将它们加以区分 优质蜂蜜是一种糖的过饱和溶液 也就是说其中水分的含量非常少 只有20%左右 而造假商贩为了节省成本 往往会向蜂蜜中加水 或者用普通的蔗糖与添加剂来勾兑蜂蜜 那么能不能以它们含水量不同为切入点 从而实现有效辨别的目的呢 经过大量的研究后 吕长富和同事们找到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 那就是用普通的纸晶纸来区分蜂蜜的优劣 好 咱们随身携带的这种纸晶纸 或者说是面晶纸 咱们很多女性的手包里都有 这个真的那么管用吗 就简单的一张纸就能辨别好坏 我们还是试一试吧 行 咱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这个是虫蜂蜜 这是虫蜂蜜 这个是蜂蜜对了水 这个就是糖水 那怎么样来辨别这三种呢 看一下它在这个纸晶上能不能渗下去 纸晶能不能渗透 我们先看一下蜂蜜吧 好 好吧 很黏啊 就还是浮在上面吗 对 就像荷叶上的露珠一样是吧 对 没有下去 这是蜂蜜 这是蜂蜜加了水的 看一下 这明显感觉受到的重力的效果要明显一点 这有点浸润 对 已经太渗了 这个是糖水 这是糖水 那这个就不用说了 这个浸润的很快 对 糖水进入的是很快的 这样呢 就可以很简单的辨别它 哪个是蜂蜜 哪个是质量不太好 加了水的 好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 我们确实看到这样一张纸晶纸呢 在辨别这个蜂蜜的优劣的时候 效果非常明显 那么面对市场上五花八门 各种各样的蜂蜜 铝长腹的这个方法到底好不好用呢 我们还要到实际的环境中去验证一下 对于在之间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的吕长腹而言 最让他感到高兴的事情 莫过于看到自己发明的打架办法 能够帮助广大的消费者 保护自身的权益 而在这次重庆之间局 走进社区不百姓的活动中 吕长腹也带来了他的蜂蜜间别方法 我们正好借着个机会来验证他的方法 在面对各种蜂蜜时的表现 总共有五位居民拿来了自己家的蜂蜜 无一例外 他们都急切地想在现场检测一番 您好 这是您家里的蜂蜜 对 以前超市的蜂蜜蜜很多的 到时很多我不知道买哪种 现在我知道一下买这种 现在云烈云果推荐的那种 吃起来感觉怎么样 比较不出来 买的吃的 吃起来和以前的味道不一样 也不会挑 怎么不一样 我感觉这个口感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我感觉跟以前的味道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吃起来太甜 而且有一点刺舌头 除了味道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东西 也会让人们在挑选时产生困惑 现在我就感觉 我这次买的这个品种 这个颜色挺深的 跟以往有的颜色浅一点 有区别的 好像我吃了以后 感觉那个口感不太滋润 感觉口感不太滋润是吧 不太滋润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 然而同样是根据颜色来判断 这位阿姨却提出了 截然相反的看法 看来无论是不会挑选的 还是凭借口感和色色来挑选的 对于这个判断的标准 大家都是各执一词 而且还不敢肯定 接下来要屡肠复出场吧 那么面对这五位居民的蜂蜜 它的判定方法会得出怎样的结果 这个结果又是否会令人信服呢 为了增加对比的效果 我们决定让他们五个人 同时把蜂蜜 滴到各自面前的纸巾纸上 一滴蜂蜜滴到纸上后 他们五个人自己立刻就意识到了什么 那么你看过来我看过去 好像有什么惊奇的现象 展现在了眼前 那么滴上去的这五种蜂蜜 到底都出现了怎样的一番变化呢 第一个人的蜂蜜一滴上去 就留在了纸的表面 呈现出了半球形 可是慢慢的 这个半球却开始向四周扩散 蜂蜜可是逐渐渗透进了纸巾纸里 那么应该说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不算最好 对吧 但是来讲也不算最差 在吕长富看来 这种会渗透 但速度很慢的蜂蜜是合格的 只是品质不怎么样 相比之下 第二张纸上又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只是一瞬间蜂蜜就扩散了 甚至连成型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 蜂蜜外圈的颜色明显很浅 吕长富告诉我们 这个浅颜色的部分就是水圈 蜂蜜掺了水就会这样 再看第三个人的蜂蜜 一滴上去就呈现出了一个 非常完整的半球形 丝毫没有扩散的迹象 这个时间刚才长一点 它刚才比较的效果 同样 第四个人的蜂蜜也是这样 在纸面上保持了一个很漂亮的半球形 不过第五位阿姨的蜂蜜就没这么幸运了 滴到纸巾纸上 像水一样 瞬间就渗透了下去 按照吕长富的方法检测下来 五瓶蜂蜜中 第二瓶和第五瓶都存在质量问题 我这个蜂蜜肯定有问题 看得很清楚 现在我知道了 我感觉最好 挺好的 特别是这个形态 挺好的 看现在还基本上还在上面 还留了很多 对对对 吕长富告诉我们 优势的蜂蜜低到纸巾纸上 一般要十分钟后才开始扩散 而且扩散的速度非常缓慢 第五位阿姨终于确定 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 这跟你预想的结果一样吗 嗯 这个结果 完全是非常没想 我这个是碎片 最差的 最差的 留下明显的水迹 吕长富同志 进一步研究了国标中 对蜂蜜感官的一些指标的要求 通过对色泽滋味 气味 形态 杂质 同时利用纯蜂蜜 年度高的特性 有着不同含水的蜂蜜 在纸巾上的形态的变化 对优劣蜂蜜加以区别 为老百姓识别 优质 劣质蜂蜜 提供了一个简易的鉴别方法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发明可能要跟我们的这个穿衣有关了 我想先问问柴老师 您在平时这个清洗衣服方面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苦恼 是 有些衣服因为自己在家里水洗是不好的 必须得拿去干洗 但是你根本不能判断 它到底是怎么干洗的 就是最好是有一种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 一下就能辨别它到底是干洗了 还是糊弄你 还是施洗的 今天这个发明可能就给大家带了一个福音 我们可以辨别一下 我们的这个衣服到底是不是被合格的干洗了呢 去看一下 一副干洗真假难辨 发明人如何揪出元凶 图语意外是识别方法错误 还是另有原因 请继续关注外发明 巧遍真假 发明人重庆质量技术监督局 吕长富团队 发明项目 真假干洗 快速鉴别法 干洗就是用有机化学溶剂 对衣物进行洗涤 去除油污或污渍的一种洗涤方式 它可以避免水洗对衣物面料造成伤害 不意造成衣物褪色 并能彻底清洗衣物上的油污或污渍 然而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 是用水洗来冒充干洗 这种欺骗的行为 往往您普通消费者 无法将其识别 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实验后 吕长富找到一种能够区分干洗水洗的东西 那就是纸巾纸 众所周知 水会破坏纸里面的纤维结构 在水的浸泡下 纸张就会慢慢锁成一团 失去原有的形状而不能复原 在反观四绿乙烯干洗漆 把纸巾纸泡进去后 它只是被紧湿 搅拌过后也没有破损 更令人惊奇的是 当把纸拿出来展开后 它的形状没有任何的变化 依然保持完整 这也就是为什么 干洗既可以清洁污垢 又不会让衣物走行的原因了 一个是烂做一团 一个是完好如初 如果把一张纸巾纸藏到衣服里 再送去干洗 回来后看纸的形状 不就可以将干洗和水洗 区分出来了吗 为了看看这个方法 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怎么样 我们请来了三位普通居民 他们平日里经常去干洗店 清洗西装或是大衣 在听我们说了这个方法后 他们都饶有兴致的要去试一试 于是三个人每人都折好了一张纸巾 藏到了衣服里 并且记住了位置 接下来他们分别去了三家 他们经常光顾的干洗店 那么当衣服洗完后 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第二天 得知衣服已经洗好后 我们准备第一时间上前去一探究竟 这个是就洗出来了是吧 那我们看一看 咱们一开始放到里面那张纸还在不在 看看效果怎么样 一番搜寻后 他找出了最开始放进去的那张纸 初看之下 叠起来的纸好像没什么变化 咱们可以打开看一看 可以 果然 当我们把纸打开后 在上面看不出一点破损和褶皱的痕迹 按照吕昌妇的方法检测下来 这张纸没有被水浸泡过 而且纸上残留了一些干洗剂的味道 那么 这件衣服应该是经过干洗没错了 第一个人的结果出来了 那接下来这位阿姨的衣服又会是什么情况呢 哎 阿姨 我看您也是洗完回来了 对 那咱们看一看 现场看一看 效果怎么样 我也看一看 这件衣服的效果到底会怎么样呢 哎 这 怎么是这样了 让他吃惊的是 这张纸完全揽作了一团 这个明明感觉就应该是 水洗过以后 然后干了以后变成这样了 就是 那说明这个衣服是水洗的 水洗的 按照吕昌妇的方法检测下来 他的衣服应该是水洗无疑了 因为四氯乙气干洗剂 根本不会破坏纸巾质的形状 前两个人的干洗是一真一假 那这最后一位阿姨 干洗的结果又如何呢 那我们能看看结果怎么样了 我也想知道结果 最开始只是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口袋里 这个口袋里 哎呀 没了 没有 什么都没有 确定是这个口袋吗 确定 确定 他着急的找了又找 可还是不见纸巾纸的踪影 有味道吗这个衣服 至今只不翼而飞 而衣服上有没有一点干洗剂残留的味道 这个结果让我们都有些困惑 为了找到答案 同时也为了验证这种方法的准确性 我们带着三位女士来到了重庆之间局的纤维检验所 何勇是这里负责干洗检测项目的工程师 国家的法定干洗检测标准就是由他和他的同事们所制定的 在这里他们将利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帮助我们确定最终的结果 得知了我们的意图后 他们欣然提供了帮助 而且还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知识 那就是鉴定必须要在衣服干洗后的五天内进去 否则等到干洗剂挥发殆尽 将无法检测出结果 工作人员在对三位女士的衣服注意登记后 分别把三个样本放进了仪器中 很快检测衣物干洗的国家法定的报告 就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有一个明显是经过四度预期干洗的 它的四度预期残留量还比较高 就是有一个是活泼 它对应的是咱们哪一家 是那些西服 那就是跟纸的那个 就是一样 合格的衣服正是来自这位干洗过后 纸巾纸依然完好的女士 而纸巾纸烂掉 和没有找到纸巾纸的这两位女士的衣服 都没有经过干洗 看到这个结论 我们终于恍然大悟 她去的这家干洗店 知道自己在坐下 所以作贼心虚 就扔掉了衣服里的纸巾纸 生怕被人抓到把柄 这么看来 吕长富的这个方法非常容易被破解 在实际操作中 消费者并不能很好地保护 自己的权益 针对这个问题 吕长富并没有放弃 很快她又另辟蹊径地找到了一个 巧妙地应对办法 你看看 这什么东西 这就是家里面包装用的塑料泡沫 对 基本上在包装里面 现在都是使用这样一个泡沫 这个泡沫叫什么 叫锯本一锡 搬一大块 放到这个四路一锡 赶紧去 你看有什么一个变化 我也搬一大块 搬一块 看着一头雾水的我们 吕长富让记者把它扔到 盛满四路一锡的手杯里 你看 你看 你看看见了吗 它在收缩了 就溶解了 你看 这已经就感觉没有了吗 下面在消失了 它接触四路一锡的地方就消失了 对 很快 真的很快 这瞬间就没有了 这么大一块 你搅拌一下 搅拌一下 一点痕迹都没有 基本上就看不见了 对 剩下的是一些杂质 而反观之下 塑料泡沫放进水里 则不会有任何的反应 锯本一锡和四路一锡 它们两个的结构相近 根据化学里面的 相似相融的原理 说这个融质啊 就极易在这个什么样 四路一锡盖进去里面 拧掉 而且这个塑料泡沫来讲的话 我只需要这么一小离 而且这个塑料泡沫来讲是怎么样 压缩它过后怎么样 不变形呢 你可以多过来怎么样 放到衣服里面 这么一小离来讲的话 它在洗的过程中来讲 只要是水洗 它不会消失 只要你记住这个位置 把它控制好 一小离塑料泡沫 遇到四氯以吸干洗剂 就会瞬间消失 而且也便于我们隐藏 不容易被不法商家发现 那么这个新方法 能否经受住实际应用的考验呢 为此我们又请来了四位女士 这两位女士 因为前一次的上档受骗 所以也想借这个机会 找到一家合格的干洗店 毕竟一粒泡沫太小 所以吕长夫让大家 用一张纸巾纸把它包裹起来 再藏到衣服里 这么包行吗 这不行了 太大了 太大了 一个是个纸太大了 另外泡沫太大了 实际上我们只要怎么样 能一小点点 你小点能有用吗 有用 藏在里面就行了 这样来讲的话 就比较隐蔽的怎么样 可以藏到很多地方 不易发现 来坐吧 大家坐 试一试 试一试 一张纸巾纸 一粒塑料泡沫 吕长夫试图揪处 无法商贩 突遇意外情况 是识别方法错误 还是另有原因 请继续关注 外发明 巧遍真假 他们四个人 每人都包了好几粒泡沫 都把它们分别藏在了 衣领的缝隙里 衣服的家层里 因为泡沫容易压缩 所以这每一件衣服 纵是摸上去 也丝毫感觉不到异常 接下来 他们四个人 分别把自己的衣服 送往四家不同的干洗店 那么这一次 吕长夫改进的方法 会有怎样的表现 他们各自 有都能否找到合格的干洗店呢 第二天 这位女士首先拿到了 洗好的衣服 我们都迫不及待的 想要知道 结果如何 一开始是里面放了几个 放了五个 五个是吧 对 那么接下来的结果 会怎么样 她的这件衣服 会真正 经过了干洗吗 这有一个 看看结果怎么样 结果 打开看一下 纸还在 纸还在 这个纸基本上是完好的 纸是完好的 泡沫没有了 泡沫没了 这个没了 那咱们再看看下一个 再看下一个 如果两种 我在这儿还有 在这儿还藏了一个 在这儿还藏了一个 再藏了一个 这个纸看上去也是比较 比较好的 还是完整大的 她把自己藏好的纸包 一个个都掏了出来 总共五个 她们无一例外的是 纸都非常完整 而包括其中的泡沫 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结果让这位女士 非常高兴 这个是真正的干洗的 那以后可以重来 可以可以 信得过 放心 好 接下来 第二位女士 也拿到了喜好的衣服 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 在这件衣服里 我们也找到了 全部的五个纸包 而且结果 也是纸巾纸全部完好 泡沫全部消失 按照绿昌复的方法 她的衣服 也是经过了干洗 随后 我们马不停蹄的 赶到了下一个地方 不知道这位女士的衣服 是否也是 经过了合格的干洗呢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 效果怎么样 行 您一开始也是藏了 有五个是吧 就是五六个吧 情况怎么样 怎么这样 这张纸已经缩成了 对啊 这张纸已经缩成了一团 明显是被水浸泡后的结果 纸已经烂掉了 明显已经烂掉了 你看泡沫还在 你看这是泡沫 对对对对对 对吧 这里还有 泡沫 随着她一个个的翻出 原本完整的纸巾纸 全都是这个样子 而泡沫无一例外的 都没有消失 按照旅程库的方法 检测下来 这位女士 无疑是碰到了 假干气 已经查到了一家 冒牌干气店 可这最后一位女士的 干气结果 又会如何呢 她很快就找到了 自己藏好的纸包 然而 但她将其打开后 我们不禁 惊讶万分 纸看上去还是完好 你看它还在呢 你看还在呢 这泡沫还在呢 就是这泡沫还在呢 按道理说 纸巾纸遇到四氯乙锡干气剂 依然会保持完整 可是泡沫 却不在四氯乙锡容器里消失 可是这种纸巾纸又完整 泡沫又不消失的情况 又是怎么回事呢 对呀指纹好 但是泡沫为什么还在呢 真奇怪 结果所有的五个纸包 无一例外都是这种情况 带着万般的困惑 我们一星人再次来到了 重庆之间局的纤维检测所 准备请这里的工作人员 解开我们的谜团 很快通过专业仪器 判定的鉴定结果 就出来了 这两件都 两套都没有讲解出 那个四路仪锡 说明他们没有经过 四路仪锡干涉 这件所有纸巾纸全部烂掉 泡沫没有消失的衣服 果然是假干气 而这件里面的纸巾纸完整 泡沫也完整的衣服 的确也是没有剪出 四氯乙气干气机 难道 吕昌夫的这个鉴定方法 又被破解了吗 这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其实没有检测出四氯乙气并不代表就不是干气 因为干气剂有两种 除了四氯乙气外 还有一种被称作石油干气剂的洗涤剂 而这位女士的衣服正是利用它来进行的干气 事实上 相比之下 石油干气剂绿色环保 不污染环境 只不过 作为一种新产品 石油干气剂也是近几年才开始慢慢得到应用 难道说 石油干气剂就会造成这种纸巾纸完好 泡沫也不消失的状况吗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吕昌夫迅速做起了研究 就像先前我们碰到的情况一样 塑料泡沫放到石油干气剂里 没有出现溶解的现象 因为这个现有的石油干气剂 它是那个碳氢化合物的那个石油干气剂 那么这种干气剂的这个结构 难以溶解怎么样 具备一系 说说它在这个一个时间里面来讲的话 你看它基本保持原来的新造 蛮好的 而当我们分别把两张纸巾纸 泡到四绿乙烯和石油干气剂里 经过搅拌再拿出来后 它们全都保持了完整的形状 没有明显的破损 看来 只要我们记住 它们针对四绿乙烯和石油干气剂的不同反应 利用纸巾纸包裹塑料泡沫的方法 依然可以有效区分出水洗和干气 然而就当我们准备结束这次拍摄回城时 宇长富却并不同意我们离开 因为他认为这种方法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怕曝光 包裹了塑料泡沫的纸巾纸藏在衣服里不被发现才能奏效 可是节目播出后 不发商家同样也会知道 从而针对性的找出纸巾纸和泡沫 这样一来 消费者也就无法鉴别真假干气了 因此他决定再次改进自己的方法 如果不能和不发分子打暗牌 那就直接和他们打名牌 那么到底怎样打名牌呢 你在上面写个名字 这名字就是一个记号 一般别人的模仿 你写上 好嘞 那就写个名字 就是说自己的手起免得模仿 对 然后怎么样呢 在这个上面再滴一滴油 沾一滴油 你说站在哪个位置 站在这个位置 对吧 站在这个位置就行了 哦 签上自己的名字 我们很好理解 因为商家如果想替换 也无法防造消费者的签字 可是滴上一滴油的用处 又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干系啊 不管你是事故于吸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啊 是有干系机也好 它对怎么样啊 它们都是有去容器 对这个油是对东西来讲的话 是极易容器 去物能力怎么样 很强 原来滴一滴油在上面 其实是又一道保险 看来吕长复真可谓是 将自己搭假的方法 发挥到了极致 这边有极印了嘛 对吧 对 你把这个极印啊 把它包过来 对吧 包过来 好 钉在怎么样 这个上面 哦 怕它在甩的时候 甩坏掉了 哦 就钉在上面就行了 钉在衣服上的纸巾纸 又几乎不可能 在洗衣的过程里脱落 那么吕长复的这个 鉴别干洗和水洗的最终极方法 到底好不好用呢 我们还是去实地验证一番吧 这位女士拿着处理好的衣服 送到了这家干洗店里 一天以后 当她取回自己的衣服时 我们会看到 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是第二次又洗出了 看看第二次又洗出了 看看 咱们看一看效果怎么样 就是 没有被拆开 没有没有没有 一开始也是这个位置吗 也是这个 就我裙边上也是这个位置 我这里面还有签名呢 看看签名就知道了 那我们现场可以打开看一看 行 试试看吧 看看到底怎么样 那么拆开后的结果 依然会和她预想的一致吗 你看 这个上面还是四个呀 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哦 就是 它真是没有变换 哎 真的是 我看我名字还对不对 哦 是的 哎呦 这个油就没有了吗 哎 这个原来是滴在这个 我 王子上面的一个油 现在没有了 你看 在纸巾纸和签名完好的前提下 油剂消失就意味着经过了干系 而我们检查到最后 发现里面包裹的泡沫 依然完好 看来 她选择的这家店铺 的确是正规干系 而且使用的是石油干系剂 这种快速辨别增加干系的方法 巧妙地利用了紫金纸 具备一些泡沫 在不同的洗击戒指中的不同反应 为广大消费者辨别增加干系 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手段 这种方法呢 结合我们开展的公正检验 想必对服装的干系市场 进一步的规范 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我爱发明的所有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有什么好的发明 要和我们分享的话 赶快发送字母T到106699991 也可以登陆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新浪微博 今天也要再次感谢 查老师来到演播室 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观众朋友们 收看这期的我爱发明 欢迎继续关注 科教频道的其他节目内容 他们是自然界的神通 狡猾激进 他们是民间的鼓鼠人 聪明前来 鼓鼠工一触即逃 老鼠家千变压力 电子鼓鼠器神通广大 人与鼠之间 将会有一场怎样的战斗 敬请关注 外方人 鼠道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